最近几天一直看到有些人在议论 国际刑警组织这个主席被抓 公布这个信息的是他现在的棋子 有些人看不惯他 把他称为小三 我觉得这很正常 在中国文化中 这种逼着绯闻对象停漆再取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人不齿 那么我们看一看 议论他们的人在说什么呢 主要围绕的两件事 从中国主流媒体的舆论 大街底 一直到所谓的民主斗士 都在揪着两条不放 一 孟主席是 中共 部级官员 我们看到他的警号 是00005 这个数字很小 那么手上呢 肯定 沾了一些钱 甚至沾了一些血 第二个呢 就是从 已经面对国际组织 进行求援 呼吁 要求伸张所谓的正义 让中国 未来不至于有母亲和妻子 面对丈夫失踪的 这么一个 孟宏伟现在的妻子 把他说成是小三上位 说成是不择手段 说成是刚刚与这个 部级官员结婚 一个月内就获得了北京的豪宅 其实你们说的不够多 作为中共派驻的国际刑警组织 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主席 以及他的妻子 他们获取的钱财 获取的利益 远远 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 这是因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 勾兑没有成功 与中共 没有谈拢 过去二十年来 这是情治系统第三次出现类似的状况 第一次 是赖昌星 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 李基州先生 协助他逃亡 给他开放了 外逃的窗口 事后我们看到 李基州被判死缓 赖昌星在加拿大 晃悠了十二年 甚至还录过一百多个小时的视频 音频视频 揭露他所经历的一些高官贪腐的现象 最终 这出戏 在今年据说 随着赖昌星先生的死亡 已经落幕了 不管他死不死 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他曾经发出的 类似于回忆录性质的音频视频 在国际社会中 没有引起 应当 引起的反响 那么去年呢 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马剑与郭文贵的这个组合 马剑是国安部的副部长 长期组抓北美 工作十几年 那么 他被抓之前 给郭文贵开放了一个出逃的通道 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年多的爆料 这两起呢 这两起呢 都是由公安部 国安部的部级官员 以及 与他们 进行勾兑的商人 这两次组合 反差相当大 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 所谓的爆料革命 还继续存在着 虽然他跟我们去年初 看到的已经不一样 那么今年发生的这个 孟宏伟与他的这个 现在这个妻子 他们之间所导致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第三例 孟宏伟的这个妻子呢 用背影 来接受采访 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中共 他的宣传部门 很快就起底了 他的真实身份 包括他与 孟主席之间 感情上的纠葛 怎么样在双方都没有 离异之前 就去滚藏单 据说 认识的当天晚上 就发生了这些故事 我们不能不说 这次发生的这个现象 他比以往的 都要明确 他是由于一个 中共内部系统的 部级官员 由他的亲属 来开始对中共 正式地坐下来 谈条件 他手上肯定有一些资料 因为他是涉外的 国际刑警组织呢 历史上名声不咋地 无论是与纳粹时期合作 还是现在 因为资金的问题 因为经费的问题 他们给中共开放了更多的通道 让中国政府能够把他的意志 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贯彻到其他国家 那么作为组抓 国际刑警组织 这个具体事务的 这个公安部副部长 他自己就在法国工作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 他应该涉及到很多 中共高级官员 尤其是比他高的 所谓的高层 在国外有很多事 应该是他协调的 毕竟 他是国际刑警组织的 现任主席 他出面协调 比中共内部任何一个部门 应该是更为妥当的 现在我们知道 他的妻子 率先向国际社会公布了 他的丈夫极有可能 被中共内部处罚 或者用党纪国法 所谓的那种 家努 对吧 你是党员 那么他中纪委就第一个出面了 而且我们看到 中共的应对 是相当匆忙 都是在周六 周日 甚至是凌晨 在中纪委的网站上 公布了一条很牵强的罪名 我们现在无法得知 孟宏伟的被捕 是不是周永康的问题导致 其实这个可能性不大 也有人说 他涉及到反习的政变 这个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我们看到 一致的呼声呢 是觉得 孟宏伟本人就是 中共政权的一个部分 说他贪腐 说他手上沾满了血债 说他这个妻子是小三上尉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 都忽略了一点 这个家庭 已经开始用事实说话了 我们知道他现在和中共政府 正在勾兑 但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是因为这个家庭 在面对中共 内部压制的时候 第一时间 选择了反抗 我们知道有很多人 辛辛苦苦的 甚至蹲着大狱 去追求所谓的民主 那么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基本的人权 这个家庭 终归还是有的 不用贴上什么政治上的标签 其实他们自己作为这次反抗 把中共内部处置 加入的这些做法 公布到国际社会上 尤其是孟宏伟 他有一个职务 是在国际组织任职 他不纯粹是一个党的官员 或者说是一个国务院下属部门的部级长官 他更是一家 涵盖了一百多个国家的 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他的身份相当的微妙 由于他以往的经历 国际社会更愿意相信 他们这个家庭所公布的资料 我们不知道中共 会不会跟他们勾兑 是吧 我们看到了这个 放赖昌星走的这个李基州判了十万 放郭文贵走的马剑 据说判了十几年 那么孟的妻子 这次向国际社会公开 或者说用手上已经掌握的砝码 与中共谈判 能不能让孟宏伟获得一个更少的刑期 现在还不得而知 中共如何应对呢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作为一个标记 它应该让我们记住 这是中共内部部级官员 正式的向中共 发出了讨价还价的 这么一个信号 今后我相信 层级会越来越高 事件也会 更加的醒人 令人注目 因为作为统治集团的成员 他们手上捏住的材料 都是硬邦邦的 为了挽救自己的家庭 为了保住 已经获得的财富 即便 最高层 把他们视作走狗 他们在捍卫自己权益的时候 也会拼死一搏 不要去研究 他们历史上曾经做过什么 关心一下 他们未来 还会亮出什么样的筹码 中共的统治集团 它始终不是铁板一块 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 他们有内部的问题 有清洗战队的问题 也有被抓住的兔子 急了也会咬人的 大家好好地看戏就好 不要随着中共的宣传口 去追打他们这个家庭的过往 对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 这个事件来说 没有什么比后续更重要的 如果真的有兴趣谈一下伦理问题 谈一下社会道德问题 看金平梅就好了 不要把政治 过分地与下山路挂钩 既然我看到的这些朋友们 都是追求民主的 你们就不要忘了 在民主的环境中 在法治 在人权 得到捍卫的情况下 即便是死囚 他也有自己的权益 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看一看 等一等 看看他们临死之前 他们还能笨到做什么 谢谢大家